刘宋皇帝刘一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君王 他北伐的梦想究竟能否实现 他面临的最大敌人究竟是谁 进行收看国史通鉴系列节目第十二集 南朝北朝 东晋末年政局动荡 刘豫趁势起兵 不仅先后平定了盘踞在南方的诸多势力 同时也收复了关中的一些地方 最终用雄兵打下了刘宋王朝的江山 刘豫给后代子孙留下的 不仅有一个相对安定的半壁江山 还有许多像徐宪之这样的古宫之臣 这些大臣貌似 将最有才气的刘一龙 推上了帝王的宝座 按常理说 这样的君臣之间将会是一片和谐 刘宋的朝政也会蒸蒸日上 但是在随后执政的时间中 刘一龙做出的一些事情 却让人匪夷所思 那么刘宋皇帝刘一龙 到底做了些什么呢 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 在南方逐渐归为一统的过程中 北方又发生了些什么 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国事通鉴 两进南北朝篇第十二集 南朝北朝 我们上一集说 徐贤之等顾民大臣 杀了已经做皇帝的刘一龙 然后又杀了他的弟弟刘一针 把老三刘一龙扶上了台 这个刘一龙呢 就是历史上应该说 有点名气的宋文帝了 他的年号叫袁家 对于文帝刘一龙来说 能够继承皇位 可以说是瞿贤之的人 不顾灭门之祸 因为他酷使刘一龙 认为他应该是个好皇帝 所以把他扶上了台 对于瞿贤之 他们的这种用心 刘一龙可以说是心知肚明 所以心存感谢 因此继续以后 有功继赏 让在这一次政变之中 扶他上台的 立功最大的 做出牺牲也最大的 谢慧 就是陈俊谢氏的谢慧 派到荆州 截替自己荆州赤死的位置 这个我为什么要重点说 因为从东京以来 荆州赤死是东京一个 极其重要的封疆大力 地主上游 兵强马杖 民风彪悍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占风水之先 甚至超过今年 所以包括王敦 桓温 陶侃 桓玄 这一系列的 在东京 有权势的 这样一些著名人物 都做过荆州赤死 而东京的几乎 每一次动荡 也是由荆州发动 所以刘毅掌权以后 特别是 做了皇帝以后 这个荆州赤死的位置 是给自己的儿子 而不给外人 可以说刘毅龙把这个位置 交给谢慧 是破坏了刘毅的规矩 而给谢慧以极大的信任和感谢 那么主持 那一次政变 让刘毅龙登上皇位的徐贤之 继续担任上述令 陆上述事 这则当时是真宰相 同时还兼着扬州赤死 这是十全派 并且 由司空 近身的司徒 应该说是刘宋的 最高的职务了 其他的也风尚有加 当然 在这个风尚过程中 无论是谢慧 无论是瞿贤之 都再三表示 推了 再三表示 皇上宁坐这个位置 乃是天意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只是顺天行事 但是刘毅龙觉得 有功必赏 是我们刘宋的家法 所以不管他们如何推迟 仍然 奖赏他们 过了半年 齐贤之等认为 刘毅龙的皇位也已经稳了 国家基本上太平了 因此他们主动提出辞职 刘毅龙这一次 也非常爽快地 结束了他们的辞职 让他们赴贤 那么这个举动 让后来的人 有诸多评论 我们先看一段 这一段 是清朝著名的一位史学家 叫赵毅 在他的《逆二世杂记》里面 所做的点评 我们看看 他是怎么评价这些人 当徐贤之 傅亮 谢慧 受武帝顾命 离少帝义福 而义福 时得 奴隶王一争 以赐当力 又轻动多过 不认识 这两个都不合格 然后怎么办 来先奏费一争 然后费地 而迎文帝如是 其云谋国非不忠言 他们是忠心谋国 文帝即位至次年 先知等即上表归正 这亦非争欲 久于其权 而别有意图成 这更加说明 他们的那种 是帝 而立帝 他们是出于公信 毫无势力可言 因为对他们来说 他们的地位已经非常高了 他们的财富已经非常多了 他们半军可以道同则河 道不同则去 我可以做一个安乐工 可以做一个游乐侯 完全可以不陪你玩 但是他们冒作秘族之祸 干这种事 这是为了国家 如果到刘一龙 接纳他们退休 君臣相安无事 应该说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但是刘一龙 一方面继承了 他父亲的身材和相貌 同时也继承了他父亲 友善必报 有仇也必报的 这么一种个性 同时担心 担心什么呢 担心你们这些人 因为做了皇帝以后 他就会疑惑 万一有一天 你们认为我干得不好 是不是也对我下手 在这种情况下 刘一龙 开始对这一些 顾民大臣进行报复 已经退休了的 相居的派兵进行击破 还没有退休的 掌握重权的派兵进行投伐 所以这样一来 赵毅所列的这三位 瞿贤之 傅亮还有谢慧 瞿贤之自杀 傅亮和谢慧被杀 所以通过这一自杀 我们在联想瞿贤之杀 刘一福和他的弟弟刘一真 我们不能不想到 当时出现的一个现象 或者说出现了一种风气 这就是一股戾气 或者说暴力之气 什么暴力之气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过去 我们曾经说到过两次 类似的三代 一次是曹丕 代汉 建立魏国 一次是司马延 代魏 建立靖 但是被取代的前朝的君主 都得到很好的保护 尤其是晋武帝 司马延 包括 蜀后祖 刘善 东吴的 最后一个君主 孙后 在西境都受到很好的宽带 包括东晋在内 你像樊门 他曾经废过皇帝 立过皇帝 但是不杀人 樊玄 废了安帝 自己做皇帝 但是安帝 冷难安安无恙 甚至连叛将 舒骏 还有祖约 打下南京 也于皇帝 毫发无损 只是杀了太后 因为他们认为 那个太后的哥哥 雨量 是他们的绅士仇敌 如此而已 但是到刘豫不一样 刘豫我们可以算一算 在他北伐立威 在他建立 留宋的过程中 一共杀了四个皇帝 第一个 灭了南烟 俘虏了南烟的皇帝 穆龙超 送到南京斩首 灭了后勤 俘虏了后勤的皇帝 姚红 把姚红送到南京 砍头四位 然后在三代的过程中 先是派人暗杀安帝 然后又杀害这个公帝 杀四个 如果加上环玄 那个樊楚的皇帝 那是五个了 而徐贤之为了福利一个老三 把老大老二杀掉 刘亦龙 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 对于这些顾名大臣进行猜忌 统统杀处 所以这个事情 在中国历史上 可以说都是不多见的 什么原因造成这股利器 我们来分析一下 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和刘亦自己的出身 和心态有关系 我们不断地在说 刘亦虽然有华丽的先祖 是汉高祖的后裔 但是 到他这一代 积极祖先已经败落 到他这里 已经成为一个街头混混了 通过冲冲杀杀 通过东征西伐 最后建立了自己的权威 做了皇帝 南方的士主 北方的士主 南方的宿主 北方的宿主 虽然位居于这种军事压力 表面顺从 表面屈服 但是别有一番 滋味在心头 那么刘亦公下洛阳 徐先知 还有死去的刘牧之 不可他酒性 未必不是这种心态的反应 所以刘亦 他在文化人面前 他在士族面前 他就有一种 阴暗的心体 所以他需要杀人 需要灭国 来为自己立位 这股利器 延续到屈先知 延续到刘亦龙 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个原因 和当时的时代有关 北方是五湖十六国 五湖十六国 在拼斗的过程中 都是灭国杀军的 而有一个不杀 哪一个 前秦皇帝 大秦天王 蒲坚 蒲坚有一种 统一四海的胸怀 所以他灭人家的国 优待别人的军处 因此在回水之战以后 鲜卑木龙寺复国 攻占长安 强人姚长 亏乎自己的故国 派人杀害蒲坚 所以蒲坚呢 就变成一个 富人之伦的天大的傻瓜 被天下人指向 既然是这样 还有谁想效法富监的 没有人敢效法他 所以对敌国必定是灭 对敌手必然是杀 所以产生了这么一股利己 那么虽然出身寒威 虽然从中原来的镇统 进的这个镇统 已经不再存在 但是刘宋所建立的这个朝代 和这个朝廷 和东晋是截然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 第一 如果说王与马共天下 在南北四族 共同固执起来的 那个东晋 我们给他下一个定义 有点像协约国 他是通过协议 来形成一个政权 那么刘宋不是 刘宋是通过军事力量 为支撑 为后盾 而建立起来的 另外一种制度 那是极权的制度 这是其性质不一样 第二 东晋能够势力范围 所达到的地方 也就是现在的江南 和江北一些地方 西边就到湖南湖北 襄阳经常被丢掉 那么刘宋 势力所到 西起川中 南后到金楚 南后到山吾 以及以南的全部地区 所以在整个东晋南朝里头 它的区域面积是最大的 可以说 刘义龙宋文帝 是从他父亲 刘宇宋武帝手上 结下了一份巨大的遗产 那么同时 也寄证了他父亲 生活节俭 勤劳处事 的这么一种个性 所以这样一来 在刘宋的统治之下 加上刘义龙 在位的时间又相对长 所以江南一带 出现了一个 非常少见的太平盛世 有句话说得好 敌国破 谋臣亡 历史上 在辅佐君王 夺取天下之时 往往也是谋臣 性命堪忧之时 秦桧文王 杀掉对秦朝 有再造之功的商鞅 汉高祖杀掉 战功卓著的韩信 而徐显之等人的死 更是证明了 君王多姨的秉性 那么多姨的刘义龙 究竟会怎样 对待自己的百姓呢 他对即位者 又做了怎样的安排呢 我们看看 古人是怎么评价 刘义龙的 人后公解 当然这是一个方面 他对徐显之等人 一点都不能扣 但是他对民众还不错 所以说他人后公解 秦于为政 这八个字已经不简单了 他为政很勤勉 生活很节俭 尤其是后面两句 守法而不俊 容物而不辞 这个尺度极其难找 法律严明 但是不严酷 待人处事宽厚 但是不放纵 因此在他的统治之下 那么民众 赋税少了一些 江南社会得到稳定 文化经济得到发展 而且创办学校 提倡教化 所以在整个的江南 江北 南方 出现了 民安物丰的这么一种状态 古人对他也有评价 我们看看 原家也就是宋文帝 统治的三十年里头 四境之内 燕安无事 富口繁兮 出租贡谣 止于税户 承出墓归 自私而已 老百姓除了正常的赋税以外 没有额外的水 苍延之间 蒋颂相闻 这个苍什么意思 苍是宫殿之门 延是什么意思 延是理相之门 也就是说无论是宫殿里面 还是理相之中 读书之声相闻 四吨超上 相此轻薄 将作风俗 于私为武 形成了一种非常良好的风气 大家都在倡导道德 大家都在读书直理 大家都在勤肯的身材 而政府除了正常的赋税以外 很少有家父 这样一来 由于宋文帝刘一龙统治的这个时代 他的年号叫袁家 所以这个袁家 在中国历史上 就和西汉的文景之士 和唐朝的 唐太宗的贞观之士 并称为中国古代的治士 被称为袁家之士 这非常了得 只是由于 这个宋 是统治中国的南方 而汉唐 是大一统 所以文景之士 贞观之士 中国人都知道 但是袁家之士 不太知道 但是这个时代 历史学家 就认为 他可以比得上 那两个时代 我们现在说 袁家之士的问题 说刘一龙 宋文帝的问题 那么宋文帝有哪些问题 我们说两个问题 第一 还是有一种自卑感 还是有一种力气 所造成他的猜忌 这个性格 那么不但是 曲贤之的人 被他杀害 还杀了一个家族 这个家族是谭氏家族 其中一个著名人 叫做谭道记 这位谭道记 我们谭刘一龙的时候 曾经说过 历史上所谓的三十六记 据传就是由他整理的 刘一西征 刘一北伐 谭道记 基本上都是打前锋 而刘一龙继位以后 愿了铲灭荆州的势力 谢会 灭谢会的 也是这位谭道记 可以说谭道记 是宋武帝刘一 留给他的子孙的 一道万里长城 但是 由于刘一龙自己生理不太好 他担心哪一天 自己一不小心就去世了 而儿子们又管不住 圣经百战的谭道记 所以没有任何理 就是因为怕 儿子们管不住 把他 和他的几个 同样能征观战的儿子 以及被称之为 有关章之勇的几个部将 全部杀害 不但猜忌属下 也猜忌自己的儿子 所以他在位三十年的时候 最后是被自己儿子杀死 太子 太子杀他的时候 他正在何能讨论 如何废掉这个太子 所以也很有意思 猜忌过度 第二个问题 自大财数 他接受了父亲 这个巨大的财富 于是 也想效法他父亲 北伐 甚至统一全国 但是第一 刘一龙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 以后我们要说到 南唐后祖礼役 有一首词所说到的 何臣是干戈 你根本连武器都没见过 不要说战争 第二 恰恰是这个何臣是干戈的刘一龙 却好作聪明 他想运筹唯物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学张良 但是全是下纸 经济殆尽 第三 他要倒霉 他所面对的北方对手 已经不是他父亲刘裕 所面对的混乱局面 而是一个强大的敌人 刘一龙最终还是死于 自己多疑的缺点中 不过 在他任内 刘宋朝也确实有了 在这一时期少有的和平安定的局面 在他统治期间 一直都在继承着父亲 想统一全国的意愿 那么 在他看来 阻挡他统一全国的最大势力 究竟是谁 在南方的刘宋朝 进行和平建设的同时 北方又发生了什么 我们现在得回到北方 在公元383年 回水之战以后 前情迅速瓦解 瓦解以后 北方出现了 由仙卑族所建立的烟 复国了 我们把它叫做后烟 又有西烟 以及从后烟分离出来的南烟 另外 还有后勤 这是强人的 还有下 这是匈奴别步的 另外 还有梁 叫后梁 那是原来 蒲坚手下 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 他的儿子叫吕光 所建立的政权 所以北方 重新陷入了乱局 那么我们先说 鲜卑 中国古籍里头 文字记载 这个鲜卑 首先是出自于国语 在国语的禁语里头 曾经有一条材料说 说那个周承王的时候 曾经大会天下诸侯 这个鲜卑的首脑 也参与了这支会谋 但是因为他是东夷 不能登台 只能烧柴火 那么后来怎么样啊 后来他逃 周公 在贫灭武根的时候 由于这个鲜卑 说跟武根的关系比较好 他们出海 逃乱 一直逃到哪里 逃到大兴安里一带 和当地的民族 融合在一起 于是形成一个民族 鲜卑者和汉族 在中原接触的过程中 他们宣称 自己是皇帝的后裔 说皇帝一共25个儿子 分居在各地 其中一个小儿子 叫昌义 就被分在吉北 这个吉北有一个山 叫鲜卑山 所以就以鲜卑 作为自己的族民 汉人式鲜卑 是一个整体 但是鲜卑也是有各个部族 所轮廓而成 给中国历史画下 非常深刻痕迹的 是鲜卑的三个部 哪三个部 第一 木龙部 第二 托拔部 第三 玉文部 我们曾经说过 五福乱华的 五福十六国 有四个 是由鲜卑组建 包括前燕 后燕 南燕 和 南梁 但是 这四个国 我在这里要补充 都是鲜卑族的 木龙寺所建的 而木龙寺的一些 著名人物 包括木龙锤 木龙克 木龙晃 那都是鲜卑 木龙族的 伟大英雄 而 现在 刘亦龙所要面对的 这是鲜卑的 另外一个部 叫托拔部 托拔部在十六国之中 没有他的号 但是 他已经有国了 西晋在 风有飘摇之中 给了鲜卑的托拔部 一个称号 叫做戴 因为他们活动在 现在三西的北部 和内蒙的南部 那个地方 在战国时期 是赵国的戴所在地 所以给他一个号 叫戴 开始叫戴公 后来叫戴王 但是不在十六国之列 那么 带领着鲜卑托拔部 他们本来 不要说跟汉族比 他的文明程度 甚至落后于 尖卑木龙部 那么 把他们带出 原来的那种 部落社会 进入到文明社会 把他们和汉族 和中原文化 结合得更紧密的 是其中的一个人物 他的名字叫十一剑 如果我们把 他的部名加在一起 就叫托拔十一剑 那么十一剑 所活动的时期 正是前兆和后兆 正在打成一团的手 那么由于种族相近 地域相近 所以这个托拔部 它和后兆的关系 更加密切 那么在十一剑 刚刚出生不久 他的家族 也是很显客的 是托拔部的王室 他的父亲 是做代王的 结果他刚刚生下来不久 托拔部发生内乱 他的父亲被杀 家中许多男子被杀 那么他母亲 这位伟大的母亲 把这个强暴之中的儿子 绑在自己的裤筒里头 他一边目睹着 一场血性的杀戮 一边暗暗地祈祷 祈祷这个小孩 千万别哭 千万别吭声 你死一活就在这一下 这个小孩这个时候 可能睡着了 结果没吭气 没吭气就流下来了 那个小孩躲过了这一难 中国古代有说 大难之后必有后福 这么大的灾难 他都躲过了 这个小孩一定有大的造化 那么十一建十岁的时候 托拔部又发生动荡 但是这个动荡 对他家族有利 他的一位同样逃脱了 杀戮的哥哥 叫做伊怀 我们全称叫做托巴伊怀 回到了旧部 做了待望 当时托巴部 我刚才说 和后灶的关系非常好 所以把这个十岁的弟弟 送到后灶做人质 同时也是去学习 去保护 并且陪同他一起去的 托巴部去了多少人 五千户 几乎是一次 不小规模的移民 实际上这个哥哥很有头脑 视为自己的弟弟 为托巴部自己的家族 保存着一次非常重大的力量 如果在五千户 要出兵的话 一家出两丁 那就是一万人的部队 那么十一戒就被送到了后灶的政治中心 包括乡国 现在的邢台 包括涅城 现在的安阳 在那里和中原文化 有了更密切的接触 八年之后 或者九年之后 托巴部又发生动浪 这则当时的托巴部是经常常见的 结果十一戒的哥哥 托巴一怀 就逃到了后灶 逃到后灶 当时的后灶皇帝 后灶天王 时乐已经去世 是十虎在位 师父高规格地 接纳了这位 来自于鲜卑族的兄弟 让他在乡国 在涅城观光 然后派出一支部队 复卫着托巴一怀 杀回老家 夺回王位 这个一怀又重新做了代务 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我为什么专门拎出来说 因为这一事件 对于后来托巴市的走向 具有重大意义 托巴一怀 在后灶所待的时间虽然不长 但是他建立了两个印象 哪两个印象 第一 对于中原的地大物博 对于中原的物产丰富 对于中原的先进文化 他有了深刻的印象 同时 对于后灶的国力强盛 他也有深刻的印象 感觉到 如果能够依靠一个中原的 强大的静灵作为后盾 对戴来说 对他的家族来说 是多么的重要 这是第一个印象 第二个印象 他在后灶的期间 和他的弟弟十一剑 也有密切的接触 那么这个时候的十一剑 已经不是十岁的小孩了 八年过去 九年过去 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青年人 他有自己的理想 有自己的看法 甚至对回国以后 如何改造自己的国家 如何改造自己的民族 他有自己的感受 那么他的哥哥 对他的这个感受 特别的深刻 因此 回到故国以后一年 在托巴尔怀去世之前 留下了一个政治交代 那个什么政治交代 我去世以后 你们立即 把我在后灶的弟弟十一剑 请回到我国 让他继承我的位置 做代王 将来他一定带着我们代国 走向昌盛 政治交代结束了 他也去世了 那么大家说 这个政治交代管不管用 当然管用 但是会不会听 有些人会听 有些人不会听 有些人把它作为致命 有些人认为它是乱命 因此在托巴族的贵族里头 上层里头就分成两派 其中在主流意见的论 如果把十一剑 千里迢迢回来 那要花很多的时间 在这个时间里头 在这个空隙里头 可能会出现另外的动荡 所以他们主张 就地取材 因为仪怀虽然死了 十一剑虽然在外头 他们还有两个弟弟 具有寄生权 一个叫做托巴区 还有一个叫托巴谷 这个道理 理由 说起来很充分 但实际上 真正的意义 不在于说 时间长 可以产生动乱 而是对托巴十一剑的一种牌子 他们希望的是恪守 托巴是原来的传统 他们担心十一剑来了以后 会改变 会破坏他们的传统 这就有意思了 所以说到这里 我就想起两个字 那两个字 海归 十一剑实际上就是个海归 海外留学派 于是 托巴的上层贵族 严格说起来 也是发动了一场政变 他们杀了一个人 杀了谁 杀了十一剑的三弟 托巴区 推举一个人 推举谁 推举十一剑的四弟 托巴谷 为什么他们这样干 因为他们认为 托巴区 有才干 但是为人比较凶肯 如果他在位 大家都不安全 和托巴谷 虽然能力看上去 没那么强 但是为人厚务道 如果他做国军 大家认识过得比较好 所以这也很有意思 每个人在选择的时候 往往把自己的礼仪 参与进去 但是 十一剑的这位四弟 托巴谷非常了不起 他坚决不做这个待望 不但不做 亲自带着人 来到后照 来引请自己的二哥十一剑 回国 继位 而且自己愿意留下来 代替哥哥做人质 他这个举动 并十一剑 积极的感动 所以有记载说 十一剑回到故土以后 分一半领土 分一半财产 给他自己这个弟弟 而且托巴谷 这个态度 也感动了 后照天王十虎 十虎在中国的历史书上 没有好的形象 但是我要说 我们的记载是有片面的 十虎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他有他的残忍的一面 也有他的道德的一面 所以听完兄弟两个的陈述 十虎把兄弟两个统统送回去 而且派军队 护送 于是十一剑 我们开玩笑 说这个海贵派 开始在托巴布为代王了 那么他如何引导托巴布 继续前进 如何引导托巴布 走向窗大 我们下一次 再看